Lim Lui 去小學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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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歡迎來到Lim Lui 去小學堂 我是 Ray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專任教師 Alan 來聊聊今天的 Keyword Alan 是台灣知名的IB 品牌 Aqua Vitae 的創立者 而IB 跟 OB 就是我們今天的 Keyword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這兩個名詞 這代表了兩種不同概念的威士忌 OB 指的是 Oftical Buttering 的縮寫 指的就是原廠裝品 也就是蒸餾廠以它自己的名義 裝品上市的酒款 而 OB 通常會有 酒廠本身想要傳達的特色 比較會對大家 有一種比較固定的品牌印象 像這一隻 格蘭露斯 它就是一隻 OB 的品牌 它上面會有明顯的 酒廠本身的酒標 然後它酒款喝起來 也會跟其他一系列的同廠牌 酒款會有比較類似的風格 然後 IB 呢 我們請 Alan 來講解一下 IB 則是 INDEPENDENT BOTTLE 獨立裝品商 這些 IB 品牌本身沒有裝品廠 而是像真六廠或中間商購買酒來裝品 以自己品牌來出售 那以我們這支自己品牌的 AQUAVITA 的水元素來說 一樣跟剛剛那支是露斯 同樣都是從露斯酒廠蒸溜出來 但是我們的酒可以自己做酒標的設計 那酒的風味跟 跟懸筒都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的 那每次如果下次我們在選露斯 風味也是不同 跟 OB 的一致 會有一個一致性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OB 跟 IB 呢 它兩個是完全減染不同的表現 OB 呢 它會有酒廠本身想要傳達 比較固定的品牌特色 而 IB 則會隨著旋統者的 想要傳達的表現或者喜好 來定義出每一支不同的酒款 所以 IB 呢 它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而早期在威士忌的歷史來講 其實最早期一開始是沒有 OB 這種酒款 因為一早期的蒸溜廠 它本身並沒有做裝品出售的動作 通常都會有一些品牌商 像蒸溜廠 購買整桶酒 然後勾兌出售 而到了現在 我們大家都 一些熟悉的酒廠 它都有在做自己品牌裝品的動作 這個時候的 IB 呢 它已經成為了老他們想要挖寶的酒款 它會有很多截染不同的表現 而 IB 跟 OB 透有各自的樂趣 都值得好好地去研究 今天呢 感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、訂閱跟分享 我是 Ray 感謝我們今天的專任教師 Alan 來喝吧 我們下次繼續喝下去 入口的味道 差滿多 對 它入口有貼乾 這裡可以卡掉嗎 我繼續亂來 我繼續講 因為我絕招太乾 絕招太乾 你這段絕對可以放進去 我剛剛表情上有點猙獰